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吃小李烧鸡一起看东北夜市英雄传 我亮亮太帅了 你安心不好啊 吃小食品吗 你看 我亮亮太帅了 你看 我这点烦会发光啊 你看好不好 要 要不我送给你吧 你别哭了 我亮亮太帅了 爸 看齐健那两道菜做得怎么样 虽然我没吃 但是做菜讲究的是色香味俱全 从颜值上 就超越了对方 好朋友们 现在评委马上要开始试试了 首先 我们看到唐人拿起了筷子 我们的酒神也拿起了筷子 我们的酒神手得瑟了一下 他换掉了一张 他又捡起了一张 我们看到酒神要把筷子伸向了小馒头 哦 哦 哦不对 他是把筷子伸向了辣朝鲜的 哦 酒神吃了一口辣朝鲜的 唐人也吃了一口辣朝鲜的 哇塞 酒神干了一瓶酒 哇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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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神他又吃一口辣朝鲜的 一 酒神他又干了一瓶 一瓶 哎 酒神又吃了一口鲜的 一 酒神他又干了一瓶 酒神又吃了一瓶酒了 我盯了一瓶酒了 唉 哎 我盯了一瓶酒了 我盯了一瓶酒了 哎 我盯了一瓶酒吧 我也盯了一瓶酒吧 喂 哎 他要盯了一瓶酒吧 哎 这选的谁做呢 我最爱 好嘞 接下来我宣布 本轮的获胜者是 齐健 齐健 来 发表一下获奖感言 感谢道场的各位来宾 我一定会在接在地 一定拿下钟晏王 李先生 干啥呀 对不起 我过来采访您一下 这这是脑袋没毛 办事不牢的 你这我想问问您 您对这第二轮比赛东西半条该 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没啥看法 就是考验一下猜猜者的 一 管理能力 二 遇到事情的突发应变能力 您 先生您说得太好 那能不能透露一下 您更看好哪一位选手 你鼻子不好使是吧 非得在这儿采访是吧 欢迎回来 这是第七届钟晏王评比大赛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李雨漆 今天我们要采访的是 雕花页舍望机楼考诈技术总监 号称铁板天王的李子大 李先生 李先生 帅不 帅 帅 帅 李先生 李先生 您好 各位好 毕人姓李 是一枚高质量单身男性 至今啊单身 欢迎广大单身女同志呢 跟我来一场 李 李先生 您说得太精彩了 我们在上一轮下酒菜比赛中 旗舰以蜡潮鲜子花毛一体 获得优胜 李先生您怎么看 那是相当震撼了 酒神的酒量啊 从我记事起 就没有见过它有过醉意 怎么跟你形容呢 这么跟你说吧 酒神的酒量 那是手指大海的方向 雪花不飘它不飘 青岛不倒它不倒 以前跟酒神喝过酒的 要么戒酒了 要么换杆了 推杯换盏呀 大排档 KTV 喜遇中心联合三优啊 最后 搓澡的时候 他身上散发的酒气 把搓澡大哥 活活醉了三天呀 可是万万没想到 他就着旗舰的下酒菜 竟然喝吐了 史无前例呀 那这一轮比拼经营 不知道哪里先生 哎呀在经营这一块 那我 对不起 干啥一下啊 要说在经营这一块 恐怕没有人比我更有发现 俗话说得好 要想经营好 颜值受限高 闭嘴嘴 顺便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也姓李 单身 希望各位广大 希望广大单身高质量 你什么 你什么玩意 我跟你说 我怎么看你不顺眼的 你 对不起 各位 我们稍后再聊 稍后再聊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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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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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熬夜了吧 生气远了是吧 千万别创业未犯 花光一色 你不会说话 你就少说点话 那我不是关心你 我送你点东西 没带来 你等我啊 回酒店啊 忙来了 我这个 你要送我点东西啊 你咋知道这呢 今天这是怎么了 不敢的送东西 不 除了我还有谁呀 说不过 还有人给你送东西呢 不是我 你让我看看 我还想问你 你干啥的呢 人我妈给我优的恶娇 给人送过来 哎呀 小了 我也要收万万恶娇啊 最喜欢的啊 这咋子这你妈优的了 那说不定这都是我妈做的 别的 上手啊给你 还挺挺挺的 你啥意思啊 对不对 娜娇 你啥意思啊 你咋意思啊 你咋意思啊 那我这咋的 就没用力了 你别说我爸爸 娜娜娜娜 你哥家我怕 我的妈呀 你还能有我帅呢 哎呀 娜娜 我妈做得好 来 下面让我们连线一下 场内的主持人 雨昕你好 走开 妈给你不行了 阿尔比恩 现场情况怎么样了 现在我所在的区域呢 是雕花夜市的正中间 大家可以看到啊 现在双方的选手 已经站在了我的两边 那么在我的左手边呢 是以齐健先生 他所管辖的竞争范围 而在我的右手边呢 是以面手回身谭小柔 所管辖的竞争范围 那么今天呢 双方选手将以各自 竞争方面的营业额的多少 来分出胜负 接下来为大家采访一下 我们今天的双方选手 谭小赵先生你好 你好 请问你对本场的比赛 有什么样的心得呢 是叫什么的 看镜头 看镜头 对对对 是这样的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比人不才 刚刚留学回来 我的T恤告诉我 这个青莹夜市 最主要的就是布局 和商户的位置 齐健先生 我去那边看看 不是 我看 玩给你不行 行了 二宾 县长 情况怎么样了 大家可以看到啊 现在双方的选手 已经站在了我的两边 那么在我的左手边呢 是以齐健先生 他所管辖的竞争范围 而在我的右手边呢 是以面首回春谭晓柔 所管辖的竞争范围 那么今天呢 雙方选手将以 各自竞争方面的 营业额的多少 来分出胜负 不是 唉 唉 咱小柔先生 你发没发现 就你这一片 客流量如此的稀少 这是什么原因呢 嗯 唉 你先别拍 先别拍啊 不这找原因那么流血 找一找 你 老李啊 摆上那边呗 我平衫上那边去啊 你看老李啊 你看看 现在这个风向啊 它就变了 是不是 你去下风口 那咱们整个夜市 不都能闻到你的抽头了吗 你想想 这一天的银额 都爆表 真的呀 哪可不 那行吧 这个风啊 刮得好啊 怎么呀 咱们这道街啊 就闻不到老李的抽头发 哎 至于旗舰那边能不能闻到 就不关咱俩的四儿了 心机怪 你别拍 别拍 刮来吧 刮来吧 没想到谭先生 对剑影布局 有这么巧妙的设计 那接下来让我们问问 唐先生对此有什么见解呢 唐先生 嗯 唐先生 我拭目以待 是不是 唐先生的见解实在是 太 太 太独特了 那唐先生 您对接下来现场 会发生些什么 有什么看法呢 我尽量就让 什么时候开饭 我都饿了 我饿了 太独特了 十二afft了 笑容 太独特了 尽量 Low 我我留在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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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那个 行长们呢 怎么样啊 您说啊 我们家选用的是 岸山第一批钢铁厂制造的精品车条 好铁配好串 好串配好钢 车条好串 非拉箱 哎呀 我问的是啊 咱们卖的咋样 搭腰子都卖没了 大家看到了吗 现在这个铁铁牌是一场火爆啊 咱俩来的腰子都没有了 OK 这里是二饼为您带来的现场转播 不要走开 稍后为您带来 其间一块的比赛现场 稍后我们感激一下 中国的饮食文化 博大精深 鸡又是我们餐桌上 一道不可缺少的美食 在东北最著名的就是 小筋炖蘑菇 那寒冷的冬季来上热乎乎的一锅 你才会感觉到 什么叫幸福 当然如果你愿意 小酌一杯烧鸡 鸡架 也是不错的选择 我是阿勇 欢迎关注东北夜市英雄传 我们一起去望鸡楼 品味一下小李烧鸡 太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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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了 齐倩 天意 臭味 臭豆腐味 东南方吹来一股超豆腐 不是 那方便说一下 你的应对方针与策略吗 方便 方针 顾老板 你介绍一下方针 我忙去了 好的 谁是方针啊 不是 让你介绍一下策略 策略我也不认识 不是 不是 不是这不有超豆腐味吗 你们怎么解决的 媒体的朋友 对对 鄙人 小故隆 竹签派第四代串人 也就是掌门人 我有一个 不成熟的小剑体 小易剑 吃串一定要去我们竹签派 嘎嘎响 正所谓 窗外面的亲 窗内的万卷舒服 熊巴里路啊 不如在我这儿忘死 混粗 骂人呢 我有事 我先走了 谢谢啊 别吵吵吵吵 你这么着急 帮我去别的店上吧 这已经是第108个来找厕所的了 你说这不是犯规吗 不是 哎呀 照你这么说 我也有点 哎呀 没有 别这儿 哎呀 等会儿火 这几点呢 怎么还不来呢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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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终于来了 快快快快来 就在这儿啊 就在这儿 走 跑腿走 走 走 哎 好 给点儿劲儿 李先生 齐健健走偏锋 和谭晓柔的经营理念截然不同 在时刻嗅觉被压制的情况下 他采用了视觉和听觉上的补偿 对此您是怎么看的呢 有点儿意思 爸 是有点儿意思 我也挺喜欢上德了 来说话 别说他身上还真有他的影子 我是真的喜欢街头美食文化 我认为街头美食文化 就是民间匠人的智慧 干爹 难道您说的是火叔 嗯 哦 酷 干爹 我也有点儿喜欢他了 别跟我抢 抢一下嘛 抢一下嘛 我抢 能不能别嘚瑟你俩 哎呀 我的妈呀 现在比赛进行的热火潮流 究竟谁才是罪魁狐 究竟怒死谁手呢 是兢兢业业的他 还是勇于创现的他 让我们拭目以待党 对 还起来 就是这个节奏 帅哥点点什么 走啊 吃块去 走 走 哎 兄弟 别跳了 这多臭啊 别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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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儿 相信音乐的力量 可以战胜一切 来 吃铁满呐 哎 哎 哎 兄弟 你也别 哎呦 哎 不好意思 让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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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不好意思 你给我张开 好的 观众朋友们 欢迎回到比赛的现场 那么随着时间的流逝呢 现在据我们比赛结束 还有五分钟的时间 那么特地 我们也请来了两位 资深的金融核算员 为我们的双方选手 进行评分 他们分别是来自 红星小卖店的陶姨 大家好 还有分店的老板天婶 大家好 好 接下来 有请我们的陶姨 为我们讲两句 我开小卖部 开了十年 当初呢 我到北京去旅游 在北京看到好多的超市 但是没有一家 像我们东北这样的小卖部 我回来以后呢 我的心里感到很大的触动 我就下定决心 把我们的东北小卖部 推向全国 开小卖部的时候呢 我从来没有算错一笔账 没有丢过一毛钱 他们都尊重我 铁公斤 扣二娘 天真 我呢 是陶姐从北京回来找到的我 当时陶姐把这个消息告诉我 我的内心也受到很大的感动 当时我就决定 加入我们红星小卖部 虽然我没有陶姐的工龄时间长 可是我曾经当过会计 在这方面我是专业的 对了 怎敢忘记曾经的誓言 曾经 太感动了 我对不起 我对不起 让我们回到我们比赛现场 主持人 爸 采放一下呗 你看那天傻乱呢 你 你想咋的 对那俩评委有所了解吗 评委我都不了解 但是这次比赛真的很用心 望鸡楼从来没算过差仗 他们 我很有自信 对不起 对不起 走 对不起 哇 他也太厉害了 不愧是上世界的天才 越来越赛 我天他还会新帅 太厉害了 比赛已经赚到一八二了 我也很期待比赛的结果 爱吃麻辣烫享受饱口服 妈妈说吃麻辣烫 就要吃麻麻的老张麻辣烫 感谢老张麻辣烫 张大妈 菠菜 王继思 三项老流 今天每日欲访对本次节目的 大力支持 好了 言归正顺 本次竞选的第一名是 本次竞选的第一名是 台小柔 台先生 好カンタ 可以 打电话 姐 别哭了 女儿有泪 不轻弹 在接我都要哭了 走走走走走走 韩先生 请问你对于 本次比赛的胜利 有什么想说的吗 天时地利人和 孝书动弹 齐健先生 您有什么想法呢 尽力了 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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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亮亮 我亮亮太帅了 都在输了 也不能挂咱呢 就是那场动弹风 天意 姐姐 哎呀 你干啥呢 姐姐 我是猪月王啊 一起看个电影了 带我一起去呗 当年那场美世界大战 那比赛精彩多了 都亏了你 你爹跟我 啥玩意 我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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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假的那 太上老军 还有那个 松红大 大的呀 我得马鲁子 你干啥呢 吃啥呢 来吧 你咋来了呢 我咋就不能来了呢 这 我不是那意思 你饿不 我给你整点吃的 你都累一天了 一会儿我自己整点 你也会做饭哪 那当然了 我爸可是大名鼎鼎的 李先生呀 我 我能吃点磨 这个 我有一个不太好的 小习惯 爸一不吃点东西吧 刺闹 现在就开始养着了 不是 你这离这么近 你发啥微信呢 干啥去呀 罩鸡 那走 我 发廊弄个刘海 好 我 我没事 小梦 就去入了 我 我去接个伤 那我 我整点动 不用 我去坐 等我 来 妈 就去入了 我 我去借个招 那我 我整点东西 不用 我去坐 你耽误了 哥 还没睡呢 我以为你睡了嘞 等会儿血气 一会儿兴许就过来了 你别拿不来等血气 跟齐健在一块喝酒呢 喝老嗨了 门都锁上了 来了 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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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呀 这大碗的 大人呢 干啥碗 你们找谁呀 谭小柔 是你不 我可告诉你们啊 这可是法治社会 找我干啥 叫龙哥就行 找你谭合作 坐 笑一笑 那个 咱俩是不是之前见过 我怎么看你这么没熟 不可能 咱俩没见过 不认识 不对 我看你这熟也没熟 哪有点事 来 谈正事来 看看吧 齐健 男 三十岁 毕业于法国兰代厨师学校 后来因为课程太过简单了 他又跑什么 马来西亚呀 世界各地走好几年 人家的师傅 都是世界名厨 他还有新西兰特级高点证 国家二级厨师证 那正初干一大堆 老烈 这齐健跟我一样 留过学呀 人家那叫留学 你这实大劲上打工 那不太好 另外你想想 人家跑展夜市 是霸王餐不给钱 他一个特级厨师 能不能有钱给你啊 有事儿 嗯 泡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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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泡谁啊 李大爷家那老大 跟你行为一种马报 自从回来以后 他俩个人 瞳瞳孤孤的 正眼看过你们 还不交警呢 还还还还 哦 哎呦我明白了 你是干婚戒的 非了啊 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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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给拿去 看看这个就知道 我是干啥去了 好好想想 想明白了给我打电话 咱俩好好合作合作 好好看看 啊 不是干婚戒的 咋玩干婚戒的 来 来 来 停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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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怎么着 停花 走 住一点啊 停花 那是干啥的呀 大姑娘 美的那个大姑娘了 大姑娘走了 进了青沙沙 这边的宝密 别开一切 孙儿啊 威风 有闻着 对不起 对不起 是我付钱了 你先回去吧 要我回去了 回去好好准备 后天比赛可得赢啊 放心吧 明天备食材 后天肯定赢 你回去吧 语气 是我付钱了 你等我 这没想到啊 这最后付钱的人 是我呀 快去 你听我说 你是爱生的一样的 我许奇啊 我许奇啊 你听我说 你是爱生的一样的 我许奇啊 你听我说 你是爱生的一样的 我许奇啊 我许奇啊 你听我说 你是爱生的一样的 我许奇啊 你怎么就好 我许奇啊 你不许奇啊 那都是奇啊 我许奇啊 你不许奇啊 你不许奇啊 这是什么 行了 龙哥 合作愉快 这对了 一会儿把这些食材 都放冰箱里 一定要保证 明天食材的新鲜 小油啊 今天就让你 见识见识龙哥的实力 开始行动 啊 啊 啊 开始行动 别 别晃了 闻哪儿去 你断电 断电呢 断电 你断电呢 是不是停电了 停 没错 这 咋个事干爹 那我干啥呀 没听说秦大妈断电呢 这可一会儿就来了呗 把这小怪的 啊 这期间跑哪儿了 这都几点了 还没来呢 这可中叶王的比赛呀 可是咱们夜市重中出重 一点时间关键没有的人 就不适合咱们想 这个老弟有一个不成熟的 小猜想 小推测 咱们夜市昨天不是停电了吗 夜市昨天不是停电了吗 是不是停电了 是不是停电了 咋个事干爹 咋个事干爹 那我干啥呀 没听说秦大妈断电呢 那可没一会儿就来了呗 把这小怪的 这什么玩意这是 谁呀你啊 那我小老弟 哥 我让店打来 小弟 你别太着急了 我已经给电信去打电话了 他们说好像是那个电路烧了 整条街都停电了 好像说已经派人家抢修了 那啥时候能修好了 明天不是比赛呀 咋办呢 想办法延期呗 这么多海鲜和肉 这一宿不来店 肯定放坏了 食材都不新鲜了 擦上了 那齐剑那人你们也知道 那比狗多欠哪有事哪到 那肯定是给人修店闸去了 我 我觉得应该是买菜 都有可能 怎么都不能迟到 我在这儿 走了 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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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了 我来了 好 既然双方选手已经到齐 那么比赛正式开始 由我来介绍第三轮的比赛规则 第三轮美食大比拼 选手们自备食材 每人准备一桌菜 由上届中叶王李先生 也就是我爹 还有酒神 刚和长呢 那爹到儿去了 一会儿就过来 还有明星唐先生亲自品尝 获胜者则会成为雕花叶事的 本届的中叶王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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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申请延后比赛 我申请延后 不是咋的 这夜市是你开的呀 你说延后就延后吧 昨天不是停电了吗 我的食材放一宿都不新鲜了 作为一名厨师 用不新鲜的食材做菜 简直就是对自己的不尊重 更是对食客和美食的侮辱 这个比赛我宁可弃拳 也坚决不能用不新鲜的食材做菜 好 这是道理 你的食材没有 不代表别人没有啊 我的食材 都是从空运过来的 代表新鲜 代表成真 比如说 一盒小小的鸡蛋 为了满足大家的口控 忍痛跟老母鸡分离啊 好 这是什么精神 这啥也能奉献呢 我提为小小蛋呢 鼓掌 为我谭小柔投票 而你呢 你啥都没准备 你给我皮给啥呀你啊 我提一下 取消他比赛资格 不行 爸 咱家不是有食材吗 你帮帮他吧 爸 爸 我的爸 谁 咋得我没了 你有 极尖二 极尖二 极尖二是有 但是时间 你还来得及吗 李先生 只要您能提供给我食材 那我就做一桌 全鸡宴 我去 敢在我干天面前做全鸡宴 你比我头七还虎啊 别听我哥的那瞎爸爸 姐姐 我支持你 好 那么第三轮比赛正式开始 准备 走 不开始了还等啥呢 行吧 朋友们 看走 弟弟 哥停点 地位 只要投小楼票的大饼广购吃 有哥 走 走 老大 太没床了 别管了 李 李先生 我 我也能做全鸡 你做啥 别丢 别丢人了 坐坐坐 臭弟弟 姐的丑窝见见你 来 等我 出发 李先生 汤都走了 什么时候开饭呢 你这嘴也太急了 刚走就要吃啊 咋的 你要吃鸡架赤身呢 你的口味可真重 在面粉里加上鸡蛋和牛奶 难道是 我还以为只有麻辣汤章 才会堂而皇之地 在配料里边加入牛奶 你这玩意真没想到啊 其实啊 很多人都存在一个误区 这个很多食材里边 都拿这个牛奶 当做配料 用过啥呢 一 它能提鲜 二 增加口感的弹性 知道 这个小楼啊 开始你的表演 嗯 一 二 三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臭弟弟 那你在干吗呢 嗯 哎呀 你看我就说吧 没人敢在我干爹面前做鸡 鸡 鸡架教父的称号 那可不是白给的 就算有人在我干爹面前吃鸡架 那都会胆战心惊啊 哎 哎 我告诉你 我就有种感觉 提借 他一定能应 哎呀 不是他干啥呢 他一动不动呢 你拿个麦你催催催 哎呀你你别说了 人 人搁那耍耍耍耍耍呢 就 那还能有咱俩耍啊 主要人我帅 炸姐 炸姐 她薄就毅 祝责 莲 折 earth 雙 那 都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